带您关心 今天上午7点37分 江苏省昆山市一家台子工厂 中榮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爆炸事故 目前统计死亡人数至少有68人 超过百人受伤 爆炸威力相当强大 死伤者全身烧黑 皮肉模糊 根据了解 因为台厂以工资来鼓励员工周末假期加班 所以才会造成今天 也就是星期六不是上班日 有这么严重的死伤 那么由于死伤人数实在是太多了 当地是用货车将死伤者送往医院 如果后续有更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会为您随时掌握报道